克力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今天我们来到丹东 我们老板的草莓棚里边 我们使用巧克力已经有几年了 四年多了 四年了 我们的中式老用户了 使用四年 然后我们使用巧克力的时候 是怎么使用的 全程使用 底肥一直到把自己拆除完 底肥开始到中间充施 到后期收获期 都在使用咱们的巧克力 我们用了以后 从前期中期后期 它是一个表现的什么效果呢 它就是它一边发黑的有料饭 药的草的那活各方面都挺好 是吧 从样子方面的话 样子也壮是吧 对 也开始打 对 抗命能力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摘过的时候 那个果的原色也挺好的 像我摘那个 拿手里边摘的果光度也好 包括颜色上色也挺好的 包括我们那个客商采摘的客户的话 它反映口感怎么样 口感挺好 口感挺好 就是我们就是说总体来讲的话 产量并没有使用巧克力的 它有什么增产 增产的话用数据分量的话 就是以前的 卖的钱收购 再说我们也非常感谢 那个老板对我们巧克力的支持 我也感谢巧克力厂家 从这个晚餐 我们用户有没有经济食肥 多数据分量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呢 那个老板用的好了以后 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 巧克力